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是6月4号 也是1989年 天安门六四事件的31周年 往年在这一天 香港都会有一个 盛大的纪念活动 在维多利亚公园 叫做烛光的一个晚会 这个是从1990年 开始举行 所以应该讲 到去年是满29年 如果今年能够顺利举行的话 那就是满30年 但今年情况很特殊 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现在港府以这个限聚令 所以是不准 今天晚上的这个仪式 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所以现在支联会 他们现在准备要在各个地点 各个地点来聚会 叫做各地开花 各地开花 但是当然这个声势 跟过去那种几万人 几十万人 在维多利亚公园 拿着这个烛火 这样来纪念的那个场面 是不可等同而语 很多人担心说 现在以现在中共的这种 控制跟强势 六四会不会渐渐就让大家给遗忘了 对 历史是可能被遗忘 历史不但可能被篡改 而且历史是很可能被遗忘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一些这个研究的这种学者都讲说 对付独裁的最大的手段 就是要不被遗忘 好 那不被遗忘要怎么来进行 我们能看一看现在香港社会的一个民情 这是香港民情研究计划 他们公布的民调 一个结果 百分之五十九的香港市民是支持平反六四 那跟去年相同 那么另外呢 认为说中国的人权 目前的人权 那么比一九八九年的时候还要糟糕 这是香港的一个调查 那么增加了大概 这个十个百分点 比这是一九九三年的调查以来 最多的一次 认为说中国的人权 是在转坏 而且不但转坏 甚至现在还比一九八九年的时候 那么还糟糕 现在因为今年的六四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因为上个礼拜 中国全国两会刚刚刚开完 全国人大呢 已经通过了一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授权 现在这个法最快的话 有可能这个月月底 就会有人大的常委会制定出来 这国安法出来 其实就注定了香港 那么明年还能不能够办六四的纪念活动 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一个疑问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酝酿在进行 我们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昨天是到北京去跟韩正 韩正是这个常委当中主管 这个港澳事务的 所以香港的事情是归他管的 那昨天的到北京去 那么有几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出现 什么情况出现呢 就是说 这种会见 通常如果只是行礼如意 我所谓行礼如意 就是说表明 这个人大开完会了 所以呢 因为将来是要有港府来执行 所以特首是摔赢 一般人去跟中央听取 聆听中央的交代 那也表达一些意见等等 一般认为这样的一个会见 应该一个小时是正常的 结果昨天的会见时间 居然长达三个多小时 这三个多小时 表示说可能这个会谈 会见不是只有 这个港府在听中央训话 那么应该有很多问题的讨论 或者有很多是香港 方面来表达出来的 的一些意见的 因为原来是有一些 北京官媒的放出来的风 是说会加快立法 但是林郑昨天见过韩正之后 却透露说 中央有关部门 接着会通过多种形式 来聆听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 甚至准备在北京跟深圳 要举行座谈 进一步听取意见 来 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还有一种角度 是认为说 可能是因为 现在英美的制裁动作 特别是五眼联盟 现在的说法说 五眼联盟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跟纽西兰 正在进一步磋商 要讨论 让五眼联盟的成员 过来分担 接收香港人 这个可能性 这里面当然像英国 是最积极的 英国本来就有给一部分香港人 叫做BNO的一个护照 就是英国国民的海外护照 现在说这个数字 可以放宽到200万 那么所以最近英国人 在对脱欧之后 如果能够迎来 来自香港的高素质的技术人才 还有伴随着这种丰沛的资金 这对英国的经济 当然是大大的好 其他国家可能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 可能让北京对于 接下来直接推行 这个港版国安法 那么可能会认为 还是需要跟香港社会 来多多沟通 那这就是为什么 昨天这个会议 会谈的三个小时 可能就是这个背景 好 那么回到六四 回到六四 现在海外中国民运 他们今天举行 全球网上的公祭 跟纪念大会 那么是今天晚上九点 在Room的平台举行 有王丹来主持 然后乌尔开西 等等这些著名的学艺领袖 还有王军涛 胡平 苏小康 那么他们这些 1989年民运的主要参与者 将会在会议当中发言 那与此同时 在中国大陆内地的一些维权人士 是纷纷的失去联络 四川危险人士 全英飞被公安带走 北京独立学者高瑜 那么被迫放弃参与全球网路的一个公祭讨论 那么北京危险人士 胡佳被安排到外地去 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 美国的动作也很大 美国国务卿 Pompeo 昨天会见的六四的一些见证人 那么他也把他会见的拍的照片 放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 那会见的参加的人 也包括王丹 包括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生代表 李原青 作家苏小康 那么还有香港的一些学联的成员 王丹形容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因为是30年来 美国第一次有国务卿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六四的一个关切 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面 这个就跟台湾 我们蔡英文总统就任的时候 Pompeo也是有一个正式发了一个贺点 这都是过去 美国对港对台 所未曾有过的一种举动 那这样的一个举动 当然背后跟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有关的 最主要当然就是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两边现在非常的紧绷 所以港台又变成另外一个交锋的一个重点 那香港因为是在中共的这个 已经版图之内 这个对他来说 他坦白说有不得不让他更加伸张一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如果让香港是一个中国北京所无法去掌控的地方 就在大陆内部恐怕都没有办法这个交代 那两岸的情况又是另外一个状况 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一次 Pompeo来会见王丹 这个历史性的一个动作 那么表达的其实 与其说是一个美国终于开始对六四的关注 那么的一个层级的提高 不如说他更显示出美中关系恶化的程度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就是让美国高层不再顾忌 过去可能要考虑到北京的反应的一些状况 当然北京也可能会有其他反应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黄介正教授到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这个我们今天请了黄介正教授到九门下 金融兄早 金融兄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美国现在已经有超过三十个州 那么将近一百个城市发生暴乱 视为纵火打劫商家 袭击警察 有人说就是无政府的状态 那现在一直传出来说 要不要派军队来震爆 要不要来镇压 那结果呢 就引起了很多人拿出来一个比较 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希望我们来评论一下 就是说 对照美国支持 在过去半年香港街头的侍卫 那么现在美国 居然开始有人出说 要出至少是国民兵了 要出来镇压这个整个的这个暴动 他们认为 这个事情是在像这个回力选一样 在美国打到自己了 等于是打到自己说 然后而且最主要一点曝露出来 原来民主政府可以这么的缺乏秩序 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质疑 这个您研究这个也是比较政治 特别是在美国待那么久 你觉得这样的评质 有没有合逻辑 或者说应该怎么来看待 现在发生的事情 美国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它有很多很多原因 对 加总在一起 包括这个警察执法过当 警察执法过当是实有所闻 对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弄成全美 风起云涌的这样子的抗议 然后打劫商家 对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 所以他就不单纯是警察执法过当 也不单纯是白人警察 过当是黑人的民众死亡的这一点 因为它常发生 它牵涉到这个美国政治上面的一些发展与反动 另外一个牵涉到比较小的因素是这个新冠疫情 大家被关在家里很久了 闷坏了 这个大家都有一种那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压力 就是不正常嘛 你的生活不正常 而且还有人说因为又没有NBA 对 又没有MLB可以看 对对对 然后第一 它没有发书的管道 但这还是小的原因 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经济因素 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让太多的人被解雇 或者是生意 几千万人 关掉 那么所以 所以过去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非常了解 如果 包括台湾一样 那个抗疫思维 为什么会结束 因为要上班 现在没班上 很多人没班上 很多上街的人 他已经失去了 他下一个月生活费 在哪里来都不知道 那你再加上这些 所以我说很多因素 累积在一起 那就一发不可受 上街的不见的都是黑人 不见的 你可以看 观众可以看影片 很多白人 也有 还有亚裔 都上街 亚裔在美国被欺负 也很久了 也很久了 所以真正 你看也有人 上街 我以前也被欺负过 只是 只是一个博士欺负 另外一个博士 摸摸鼻子 大家最起码还要 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因为我不是美国籍 那作为一个外国人 在美国的讨生活 要上班 当然会有很多闷 就是那个闷气 可是你在美国 我在美国拿的博士 我在美国赚钱 我在美国缴税 我凭什么不能 我就是不能投票 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 那可是我不会觉得 我不会觉得 我的智慧比别人差 我的能力比别人差 可是等到 金花板在那里 你感受得到 等到分配的时候 你就有那种感觉了 就是白人还是先 了解 这个是 所以他种族歧视 也不是只有针对黑人 就所谓的color people 都有这个问题 color minority 对少数 那我想请教 选举今年是大选年 是 大选年 跟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暴动 你说他已经变成一个 可能将来要写一个 要比那个 1980年代是不是 在加州乱基啊 那个事件 可能要更严重一点 对 那你觉得选举年 有没有关系 选举年有 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我想观众朋友 如果大家还信任我 对美国政府研究 或美国社会了解的话 这一次绝对不是一个党 去鼓动大家上街烧杀 掳掠啊 这个抢 抢这个商家 去把另外一个党啊 弄得很难堪 为了选举的目的 这倒不是 但是有没有 那会不会利用这一次的 这个这个全美蔓延的这种 示威抗议 来让自己选赢 当然有 那那你对川普在 作为总统 在这一次的 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啊 他的表现 你的评价怎么样 我呢 我其实我觉得蛮 蛮disqualified 就是说这个人 不好意思啊 反正我现在不是政府官员 那台美关系 又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不应该 讲两句话没关系 对 那我批评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 我摸得良心而论 如果川普是我们总统 你受得了吗 你受得了吗 他不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不去抚平 社会上面的裂痕 你每一天拿汽油弹 去丢这个社会 对 然后还不认错 你让很多人蒙羞啊 真的是 还好 还好就是 我不愿意去扯扯扯扯 越多到什么民主社会 也出了问题啊 民主比较好 还是集权比较好 这个我们都不要讨论 我们就光讲川普这个人 他在处理重大危机的时候 是不被人民信赖的 而且是把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拿来自己玩 我觉得过分 我非常不认同 对 那我想跟你请教 就是说 川普现在动辄威胁说 我要派军队 他甚至骂地方 特别是在民主党的州啊 民主党当州长的州 说他们都不派国民兵 不怎么样子 不派军队出来 大家会联想到的是 前一两年法国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运动啊 黄背心 黄背心运动的时候 我 哇 那个场面也很可观 是 他是没有看到法国总统啊 马克宏说 派出军队来制止啊 那川普这个老兄的思维会是这样 做一个假设啊 如果他真的派了军队来制震报 镇压的话 那么是不是表示第一个啊 美国啊 过去对于包括香港 不要说香港 包括1989年的六四的派出军队啊 美国还有什么理由来说 第二个美国做了一个示范了以后啊 将来会有更多极权体制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会更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美国给予他们更大的正当性 是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嗯 嗯 但中间我加一个小的这个 嗯 就是一个 减速法 是 呃 以我的了解 如果川普是在 嗯 目前的情况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是 如果他现在想这样做的话 嗯 我相信会有非多 非常多 嗯 嗯 我不敢讲大多数 非常多的现役美国降临 嗯 会 直言面见 嗯 呃 禁见的 那个就 劝见的见 嗯 啊 那个川普说不可以 嗯 我觉得会 会有这种 嗯 公民 就是说跟公民站在一方的降临 嗯 会 他不是造反哦 也不是违反 那个统帅权 嗯 他们会觉得他们善尽 作为总统幕僚的职责 嗯 要跟总统讲不可以 甚至有没有可能造成 嗯 结果你军队根本不愿意去去去去 当然不会 不被调动 美军从来是打外国人的 啊 那美国内战以后 那就是 嗯 就是这种 美国 美国的军队是打外国人的 嗯 嗯 警察 嗯 照 照现在很多示威者的讲法 对 军队是打外国人的 警察是打自己人的 而且是用力的打 嗯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要怎么去回答 人家问的说 尤其是我看到 现在大陆这两天 是 像那个发言人 华春莹啊 嗯 I can't breathe 这个话 都出来了 那当然了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你中共有什么资格 评论这种事情 可是话又说回来 当年美国啊 手指着香港 像Peroci 大家还记得 当年香港抗争的时候 那个晚上骚动啊 嗯 这个这个政治的情况 那他说他是英雄 说他们是英雄啊 但是现在美国这种动乱呢 那么美国又是什么标准 这个你觉得这样的一个 说美国双标啊 就是说是双重标准啊 嗯 那你觉得这样的评论 你你你你怎么看 我觉得做一个负责任的 政治学者来讲的话 嗯 嗯 这个不是双标 嗯 嗯 情况不同 我不替 我绝对不替美国政府 或替川普开脱 是 但是情况完全不一样 嗯 最大最大的关键 嗯 就是 政府体制不一样 是 政治自由度不一样 嗯 我们看到一样的是现象 对 比如说烧轮胎 嗯 比如说街上有一堆人 对 跟警察对峙 嗯 但是 政治自由 政治 美国的媒体没有信党 对 美国没有集中营 是 这个 这个 他不是对一个整体政府体制的不信任 嗯 他是认为不公平 就是也就是说你在 对 他并没有反美国的人权宣言 是 只是执法过当 或者是 或者是白人 优越 嗯 嗯 我讲一件事 所以相反的 他是在体制给予的空间当中啊 去表达他的一个意愿 对 行为稍微的一个 行为过当 对 警察行为过当 而香港的情况是根本不给你表达了这个机会 包括体制上也不给你一个空间 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 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要跟我论辩比较久啊 嗯 哦 那个我想这几天 嗯 应该有看到一个picture 嗯 我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 好 我想我们这个问题啊 因为很严肃了 哈 大家这个事跟台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 我们要好好来讨论啊 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港澳回来之后啊 继续跟黄介正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美国这一阵子的这个啊 因为白人警察的执法过当啊 造成了种族冲突 扩大到啊 全美国有三十个州啊 都已经有这种状况啊 上百个城市还有宵禁的一个情形啊 那现在这个问题让大家要严肃的来探讨说 那么美国过去啊 一直都跟世界很多国家啊 做一个民主的输出啊 做这种所谓的自由的指导者啊 那特别是香港在过去半年啊 这个反送中运动啊 美国给予很大的一个力度的支持 那现在美国自己碰到这个状况 到底要来怎么看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也有很多意见啊 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 为什么在中国在香港呢 就是革命就是正当的 那么在香港的暴动是英雄 美国暴动是暴民啊 那么还有人讲说 这个难道美国是不是骚乱 香港叫革命等等 意思就是说啊 为什么是正当性跟是有这么大的区别 这个您这个建议兄 您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你为什么说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 两个性质不一样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这是政治体制啊 那个美国扎在整个社会框架里面 还有政治制度上面 他容许公民权 对 容许人身自由的 那么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那我刚刚就是上一段 我想要讲的很简单 对 就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上网去搜一下 那个我相信大家看到的最早的影片是有一些美国的警察 单膝跪在地上 对 那个这个照片传的蛮多的 然后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那些不是为了拍照作秀 也不是因为政府体制的暴政 向人民屈服 都不是 他就表示 他们想要向人民解释说 我警察不是 不是所有警察都是报警 第二个 各位如果再去Google一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照片出来 是镇报警察 请群众蹲下或坐下 然后他们自己也单膝跪地 把盾牌放在面前 然后说不要逼我们 因为我们是执法人员 但是我陪你 我跪下来陪你 我理解认同你的 对 我了解你 但是请你守法 香港警察会跪下来吗 会跪在人民的面前 把盾牌放下说 我不会打你 请你不要往前冲 你越以暴自暴 你就是点火嘛 那我知道香港警察 也许是 但我讲了 最后又回到政治体制了嘛 香港警察敢不听话 你试试看 是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美国的州的检察长 还有警长 是选举的 对 不是上面指派的 都是武警部队 对 他是选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过去 我们大部分认为 就说民众不会去跟警察对峙 因为那个警察是选的 就是头 头了 警长是选的嘛 所以他有民众的授权 是 Mandate来维持秩序 这国家之所以存在 就是我们缴交一部分公民权 让他们来执法 所以我觉得大家别 那个我非常理解 北京当局一定会拿那些照片 说你这边街上又有火 那边街上又有火 来说双标 但是这个双标 各位听众朋友 我诚恳说一句话 简单的说 可以双标聊天就好 但是如果我们内心 有一点点空间可以思考的话 两个完全不一样 了解 好非常谢谢介正兄 非常深刻的一个讨论 好刚讲到说 因为今天是六四了 但是香港延续了29年 在维多利亚公园的一个 烛光纪念晚会 今天已经被 因为港府不同意 理由是说为了防疫 那我觉得今年很特别 因为刚好港版国安法 今年要实施 结果今年可能是 三十年来唯一一次 不能够纪念六四 你觉得这个象征了什么 这个象征了 就是中国大陆 对香港的全面管收 就是港版国安法的决定 在人大通过以后 他立规矩不能立假的 所以而且六四如果让人民上街 会不会一定平和 也不知道 国安法的效果 现在当然还没有出来 所以他就用禁止的方式 这个again就是你北京的选择 北京认为 我不要让你有发疏管道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民众 要特别清楚的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 可以究责的政府 有一个可以代表你的议员的时候 或立法委员的时候 你当然有多种管道 再加上新闻自由的时候 你当然有很多管道去处理 你内心的情绪 那如果北京现在 香港特区政府 完全照北京的来做 而且北京是用中联办 这些都极度高压的时候 就是绝不允许全力防堵的话 那这些就是以后 把大家的情绪累积到以后去爆发 挡不住的啦 我觉得一定要 为什么双普选很重要 就是要找一个accountable嘛 人民愿意听的人来嘛 的确因为为什么在 这个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会出来 是啊 是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这个政府不是为香港着想 那当然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政府的班子 想的是北京那边的 包括很多政策的一个配合 权力的来源 来自于人民 然后呢 他所谓的所谓的为香港的着想 是为资本家着想 没错 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在香港过去几年看起来 经济也还好 那么跟中港两地的交流非常的热络 可是香港一般人觉得生活越来越困难 所以我才觉得国际社会 你现在给那个临时护照 谁拿得到 我跟你讲啊 住在那个鸽子笼里面 那个high rise 那些也拿不到的 通通真的 香港大部分的人走不掉 他没条件离开 所以不是给海外护照的问题 你只是让有能力的人 你把香港的那个精髓啊 骨髓又吸一致嘛 对 这的确是这样子 这个才叫揽炒香港 我这样认为 所以 所以你现在变成所有 你制裁北京 看上去制裁北京 实际上是把香港搞垮 没有错 好 但是这里头 我想再请教你 就是说 有两个大家已经都讲出来的 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为什么老共要弄一个港版国安法 比如说有人讲说是因为 为了防堵啊 九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出现立法会变成是 由泛民派来掌握过半 那么整个呢 港府的运作啊 等于说要瘫痪 或者必须妥协 或者变成双普选势在必行 而这个 等于说啊 用这个港版国安法 是为了阻止香港的民主运动 为了阻止香港民动 是为了怕对中国的影响 这是一个逻辑 但另外一个逻辑是 因为美国啊 突然间要把这个 原来他们在香港的几栋大楼要卖掉 那有人说那个可能是 CIA原来住在的人力等等 所以是不是表示说 港版国安法真正要肃清的 就是所谓外国的情报势力 美国已经看出这个苗头来了 港版国安法 如果我讲一句话 这个听众朋友又要骂我了 其实北京是被动的 被动的 当然他是从一党专政的角度来讲 所以说忍了很久了 他忍了很久了 所以他觉得他被逼的 那简单的说 其实香港这次国安法来讲的话 就是党管一切跟港人治港的拔河 也就是说一国两制谁来定义 一国两制党说了算 那就港人治港就说得很小 那香港人民当然是希望 香港人民并没有说我不要一国两制 他们是希望要维持 维持两制 不要一国一制 他要一国两制 但这两制由我港人说了算 那现在过去胡锦涛他不会这样做 但现在中国大陆的氛围 就是说我讲了才算 那你所以这个引爆点 这样讲也是必然的冲突 就会出现 这跟现在中国跟很多方面 跟国际的冲突一样的道理 对啊 对不对 那好 所以美国已经看出这个苗头 美国真的能够放弃香港 这个他们非常重要的 不管金融 不管是情报 NGO的这些活动的地方 那要看美国是谁啊 如果是川普 我的答案就不一样 他不在乎 答案就 整个美国来讲 美国是想要保住香港 然后保护香港的公民权 人民 人权的 对 美国甚至希望就是一个更靠近中国大陆 除了台湾以外 还有一个更靠近中国大陆 但不同体制的政权 在那边 让14亿人民有另外一个想象跟对照 所以对啊 这就是当初 9293年给他香港特殊关键地位的理由 没错 可是川普那天的制裁的动作看起来不像是这样 当然有人说他是嘴巴讲一讲而已 对 现在我们做研究或观察者来讲 最怕的就是 就是川普的嘴炮啊 跟最后的结果之间啊 我们的煎熬 而且屡见不鲜啊 都是 对啊 一直都这样子 如果你认真就输了 有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 你跟川普认真就输了 因为他三天以后就给你打脸 然后 而且他他好像都 呃说我哪有讲过这个话 那对 那就这样子 他明明人家有video 那是假造的 他 我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会认为川普这种不认账不认错 是 然后真的眼睛说瞎话的这种 哎 受不了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人会用现在美国在川普领导下的一些 方向走板的表现来质疑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到底对不对 嗯 那么甚至用过头来说 可能习近平这个极权体制才是对的 嗯 有人会用这样讲 对 那我们必须公平的讲啊 美国这个体制没有问题 现在是这个体制选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来 嗯 还好的是啊 美国可以通过选举来改变他 哈哈哈 对不对 每四年一次嘛 当然 美国总统有任其次哦 十一月才知道啊 但是在中国啊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习近平要做到死 要做到老 要做做到这个这个永远等等 所以我奉献我们呃 这个听众朋友 我看有人很替中共在辩护哈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 你脑筋想一想 如果你够清醒的话哈 你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了 对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嗯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啊 这个香港的呃 情势变化 尤其今天在今天六四哈 又特别有一个呃 时间点啊 是啊 特别值得谈啊 呃 但是我想我们后面这一段 我们来谈一谈的是呃 台港关系哈 是 跟未来两岸关系啊 是 呃 如果国安法实施了以后啊 嗯 净兄您香港也算熟悉啊 你觉得这样的台港关系会怎么样 台港关系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啊 一念之间 我觉得这条线啊 呃 呃 画在那边 嗯 我们占线的这边还另外一边 嗯 线的一边啊 嗯 是我们把香港看成 嗯 呃 中共的一部分 嗯 嗯 线的这边呢 是把香港看成 中华民国宪法 嗯 范围内的一部分 嗯 我懂 这是后来讲了 这就牵涉到两岸条例 第六十条的适用 因为因为我们既有两岸条例 也有港澳条例 嗯 就说明了 嗯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跟法律体制之下 嗯 那个港澳不是侨胞 嗯 是同胞 是 嗯 嗯 所以性质不一样 嗯 我愿意站在线的这一边 嗯 把港澳视为我们的同胞 嗯 而不是中共 的一部分的 那或者是 我我不是挑战他的那个什么SAR 嗯 嗯 我是说我不会把港澳看成就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会放开心胸啊 嗯 这个跟港澳人民往来 但是这是港版国安法还没出来之前啊 他出来以后也一样啊 也一样 因为我宪法也没改啊 嗯 我港澳条例也没修啊 嗯 我有港澳条 我港澳条 我应该讲港澳条例没废 没 讲到这个啊 会不会反而促成了台湾修改宪法 我如果他那个地方 我一说如果美国英国所有国家都已经 把美国取消了他的特殊关税 地位就认为说你香港就是深圳的嘛 宪法道不 我觉得第一个动不了了 嗯 我们门槛太高 第二个第二个不需要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你废掉港澳条例就 就好了 就好 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对 所以只要中华民国的港澳条例存在 嗯 香港跟我们就是 在宪法下的特殊关系 嗯 香港不是你的 嗯 香港是你的一部分 也是我的一部分 嗯 你这个立场站稳了以后 嗯 你就很很高高兴兴的 嗯 心胸宽大的跟港澳人民往来啊 为什么不可以 那需要有收纳 所谓香港政治难民的一些做法吗 我觉得 呃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我们自己实际上听众朋友可能都忘记了 嗯 其实在李登辉总统的后期到陈水扁总统初期 嗯 我们那个时候针对可能的状况因为 就97嘛 对对对 都已经都有草案了 嗯 只是当时立法院都没有处理 嗯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处理 这草案叫什么草案 总不会叫难民法吧 是难民法 哦 是哦 但是但是连副委都没有啊 哦 所以当时难民法叫怎么去解决这个变成国内中国国际的问题呢 当当初还是就是他的原则还是把港澳当作特殊 还是一国哦 特殊的那个 特殊地位啦 是是是 那我我讲的就是特殊地位 嗯 就是说我不会把港澳人民推到另外一边去说你不是我 嗯 你这样子的话 嗯 你你所有 不要讲法律啦 你所有政策 嗯 就会有例子 了解 就会有一种立场 嗯 如果你认为港澳同胞 其实是我们的一部分 嗯 那你 你就会以中央政府的对 角度去思考问题 嗯 了解 对 好 当然了 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很可能就是让这个中共从北京的观点一国两制更加的能够落实 从他出发讲我哪里是要害香港我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 嗯 他的逻辑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一国的帽子他要先捞在手上 这是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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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的思维 好 可不可以这样讲 这算是一种法律战吗 是 港版国安法算是一个法律战 是法律战 没有错 嗯 而且而且我很早 以前 这当中国大陆修他自解国安法 对 2015年的时候 是 我就说这就是法律战一部分 嗯 他用国内 因为中国大陆会跟美国学 是 就是我用国内立法的方式 去定位很多政治关系 嗯哼 好 那我跟你请教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们定了一个反国家分裂法 对 这是对准了台湾 是 或者至少涵盖台湾 是 那他香港的情势 如果说他跟美国掰晚例啊 弄出一个分水嶺 也就是所谓分水嶺 就是说 他确实还是控制着香港 嗯 而且事实上可能香港的经济还不见得那么坏 嗯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不会 接下来会不会有个对台湾打出法律战来 当然会 反国家分裂法已经是一个 会有新的吗 你觉得 各位听众朋友 2005年的时候啊 对 反分裂国家法只是选项之一 是 嗯 那个经过很多 还有另外阿扁的那个时候 其实 我们跟大陆还是可以讲上话的 嗯 老实说 虽然还两岸两会都不通了 是 但是二鬼 嗯 二点五鬼 对 在通的嘛 吵架我也有一份 是 但是现在是零啊 嗯 再加上疫情呢 连飞机都不能坐了 对 所以讲不上话 这才惨 嗯 我我我跟各位报告 两岸不可能永远零管道 嗯 但官方目前是零 嗯 那所以 所以那种 呃 有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透过 呃 沟通处理 嗯 那透过手机啦 email啦 或者视讯啊 那个 我不清楚 嗯 但是不能不沟通 嗯 不沟通的话 就是误判的第一步嘛 嗯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讲一个 不要不要算是违言耸听啦 嗯 上一次 呃 我们可以讲15年前 嗯 对不对 2005年的 嗯 那个 反分裂国家法 嗯 那个时候 还不是第一选项啊 叫声最大的叫国家统一法 嗯 哦 国家统一法就定出条件啦 年年时间啦 对 因为国家统一法的话 就就是 嗯 它执行起来就是统一嘛 嗯 但是反分裂国家法是负面表列 对 我只要不去搞这个法理台读嘛 嗯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 嗯 反分裂国家法那个时候经过反复的争吵 嗯 嗯 一国两制四个字不在反分法里面 一头 嗯 哎 当 这个字可以写上一笔的 嗯 嗯 嗯 这样 也有一个呃 前辈跟我讲说 如果有一天北京啊 突然间宣布说 我要跟你 我就是要跟你统一 所以呢 我们现在不联系不接触对不对 嗯 我限你两个月内派代表到北京来谈 是 就对台湾这样讲 就冰淇推演会发生的 那他没有说 会对你怎么样哦 是 他只是说要你来谈 是 所以说国际也很难介入啊 我只是要你来谈而已啊 那结果到了之后你没去谈 没去谈 那再两个月 嗯 再两个月 嗯 好 那国际还是不能介入啊 嗯 我没有说我会对你怎么样 我也没有 我只是说要你来谈嘛 嗯 那你还是没有去 北京会出这招的时候就表示台湾的组合拳 嗯 已经打不出去了 我讲组合拳就是外交国防两岸 顶不住的时候才会走到这边 对然后有人说他他叫了两次台湾都不派人去 当然内部可能要搞一些团结的一个情况了哈 但是也许不见了每个人想法都一样 然后他最后讲说最后一次的这是一个一个一个就是12月底以前 是是是是 你觉得台湾顶不顶了这样的心理战 这个不是法律战这是心理战 对对 那那要看 如果台湾内部是高度撕裂嘛 是 台湾的经济已经弄到很多失业率太高 对 那台湾的压力就就出现了嘛 如果我们的经济可以搞好 嗯 然后国际关系能够杠杆嗯 处理的到嗯 嗯 那就嗯不怕了 了解 现在台湾也不怕 好 好 这个非常谢谢黄介正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哈 今天很有意义的一个讨论啊 听众朋友参与的也不少哈